哈喽,大家好,我是胖妹 大家看我的脸,一个夏天晒得这么黑 原本想买猪爪给自己美美容的一份价格 哎呦,算了算了 但是我50块钱买了4斤的流蹄 走 你看,这个大流蹄的,看着还蛮诱人的 就是这个毛,太多了 烧了一锅子开始,把这个流蹄给烫一下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把毛给烫掉 把热水往上面浇 然后准备一个磨刀石 像炭更能不能给它刮干净 这个流蹄毛太难刮了 你要用这个都弄不掉 只能用火烤了 入这个地方用锡纸给它包裹起来 然后给它放在锅底烧 冲跑吧,手开去 这样应该能烧得透 还有这样方便多了 然后给它刮干净 到了九流二骨之力 终于把这个毛给刮干净了 然后把它锯开 哇,做豆饭也不容易啊 嘿,喝,嘿,喝,嘿 接下来我们把它冲下水 放入流蹄 将去除里面的水沫 可以了 捞出来清洗干净 可以 先炒香大料 然后把牛蹄放入锅中 给它炒一下 点生抽 放入老抽 上色 上色 加入清水开始炖 加入食盐 来点白糖 来一点白胡椒粉 冻上两个小时 时间到 出锅了 看 多么的诱人 然后再把它放入烤箱里 烤半个小时 这样吃起来更香 哇,好香啊 然后再给它拿出来 撒点辣椒面 再撒点小葱 再烤上两分钟就可以了 上次的助长 没有啃过 这次的流蹄 肯定让我尽心了 开啃 有点小套 哇,看 拉丝了 这块全都是筋 不是肥油 好香 颜色也很漂亮 嗯 嗯 这股头烤的 都已经焦香了 哎呦 吓我一跳 算了 那个大的 好 这皮都烤得好烤呀 好烤 哦 哈哈 这个流蹄和这个猪蹄 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流蹄的胶原蛋白 比猪蹄的还要多 吃起来还有一股那个牛的三味 正加的香 哦,给人家撒 看,皮烤得好脆 经过烤了以后 吃起来不油腻 而且特别的香 看 这次的胶原蛋白 可以让我一次性补个够了 哇 哇 这个皮真的是太有脚筋 粘的都烤上去了 吃了一个牛蹄下肚以后 吃起来还有点小腻 但是确实已经吃饱了 今天泡面视频就分享大镜 大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泡胃 昨天晚上和朋友出去吃饭 一晚发现了一道非常美味的美食 它就是在川泰街赫赫有名的小炒热 由于昨天朋友有点多 然后不好意思生筷子 吃的不过瘾 今天我也打打牙肌 过瘾一下 尝尝些 肉一定要切薄片 这样炒出来才香 越吃越点味的爱金桃 必不可少 小炒肉啊 一定要用超辣的爱金桃 切起来才够味 哎呦 肚子饿的已经够够酱了 赶紧做 将其冲准干净 锅中放少许的底油 边香五花肉 肉片一定要炒出油脂 这样才香哦 放入姜片蒜片 生盐生抽 入老抽一起炒 然后再放入二斤角大火八炒 然后放入糖鸡精 生抽 亲爱的小炒肉出锅了 那我就开中了 嗯 果然 小炒肉红便大量的南北 是有原因的 哎 好吃不贵 香辣又入味 不错 炒肉 浪费 吃虾小肉 饭比以前多吃了一点 下饭 嗯 这小小肉还是我男生张艺兴的自爱呢 我也喜欢 又香又辣特别好吃 太好吃了 小小肉汤都不能放过 又香又辣 拌一拌更香 嗯 这样吃太香了 好 好 好 放入冰箱 碗底就剩一点汤了 这样子拌起来特别好吃 香 喜欢胖面视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